好 那個謝謝浩瑄 其實本來這影片我不準備要放你 因為十幾分鐘有點長 然後其實有些人已經看過了 譬如說現在在睡覺那個楊柳先生 但是呢 但是其實看片也蠻好的 譬如說自己這影片我大概前天有看過大概將近十遍了 然後我覺得 其實他撿了一些想法我覺得還蠻不錯 譬如說 他說我們吃紅薯吃地瓜 就好像不斷地把自己吃進去 為什麼 瓜 為什麼 吃地瓜 為什麼跟自己有關係 因為他提供二氧化 他提供二氧化怎麼樣 給紅薯 他孵出來的二氧化碳 紅薯吸收進去了 變成他的澱粉 變成他的葡萄糖 對不對 變成紅薯的部分 那我們再把紅薯吃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吃進去我們身體裡面 原來孵出來的二氧化碳 那從廣義來講的話 是不是我還想把自己吃進去的一遍 所以換個角度想說 我吃進去的東西 事實上可能是把每個人都吃進去了 那你們吃的東西 是不是可能裡面也有我的一部分 那我孵出來的空氣 可能過了幾十年幾百年 會給我的子孫 用 我吃進去的東西 可能有好幾億年前來治癒恐 對不對 事實上這整個生態就是這樣 我們的東西是在裡面 不斷地被重複運用 重複的recycle 好 這是一個生態圈 所以我們早上講了 我們剛剛上幾個講到說 我們的生態溝 為什麼它是一個生態圈 生態圈容不容易複製 像他剛剛在講的一個東西 像他現在是一個公司 在做一個小型的生態圈 他們現在很高興是 他們宣稱說 他們已經做出一個完整的一代 在生態圈裡面有完成一代 是什麼意思 在生態圈 他們做一個小小的生態圈 在裡面有完成一代 你們有沒有看過 一旦有很有名的一個叫 聖養水草 他們有做一個生態球 有沒有看過 叫我 聖養水草 不不不 前一句 有名叫聖養水草 聖養水草 聖養水草 他們有在賣 很多人來一旦玩都會去啊 聖養水草 他們有賣一個叫做聖養水草 有的 看過沒 裡面有一個小珊瑚 珊瑚 珊瑚 或是那個叫什麼 它是一個藻類啊 它會給人家一個藻類 然後給人一個小小的 這個火山蝦 紅色的這麼小的一隻 一隻大概一百多塊錢 兩隻都吃一塊 這整個呢 蜜蜂起來了 我經過最多可以活兩年 就是兩年沒有死掉的 我姊姊有來依然玩 所以他們拿了一個回去回台中 有拿那個蝦子 後來看有時候 欸你可以再幫我買買兩隻蝦子 我再幫他買一條蝦子進去 一隻蝦子一百多塊 它裡面是鹽水 它會換水 需要換水 不需要 不需要 它需要再餵食物 不需要 不需要 它是一個生態圈 它就是它這個生態圈 是不是 是吧 它這個生態圈 它有沒有機會活第二代 沒有 沒有 這會不會繁殖 因為它那個蝦子不會繁殖 因為它經過處理 它不會繁殖 對喔 好 而且 而且它在這個小生態圈裡面 事實上 它的氧氣來去哪裡 裡面 找這個 這個 這個 找那個呼吸對不對 它成功了 放出氧氣 你說兩年是他們正常的生命嗎 呃 自然的蝦子生命了兩年 活到那個蝦子死掉 活到蝦子死掉 死掉就沒有了 就是它是老死的 它老死了 對 一輩子的出門 它就死掉了 好 然後 好 我現在問你 它現在放三隻蝦子 有沒有可能活到第二代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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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它沒經過處理 它也有班子能力 它很可能活第二代 這樣它是不是可以 越長越多東西啊 有可能 它可以長出新的東西 可以長出不羅 真的假的 可以長出新的東西 我問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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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過一百萬年 搞不好過一百萬年 它演化出羅 有可能 如果除非說 這個生態圈 它可以持續一百萬年 那有可能會繁殖出新的東西 所以太陽 不是很快 蛤 這麼快 這麼快 欸 楊理隆 你快睡著 你可以幫你忙 你下去 那個中文教室 後面不是很多 你們做那個生態瓶 幫我拿兩瓶下 蛤 中文教室啊 後面那邊 有很多塑膠品 生態瓶 對 後面 對 沒死喔 它們的生態瓶做多久了 沒死了 做多久了 我剛來所以應該是一年半 一年半 那生態瓶只有一年半了 他媽密封起來之後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拆過工 沒有拆過工 裡面的植物也都活著 活到好 你知道嗎 我現在看過世界上最老的生態瓶 活幾年了 30 對 當然活了350 一個英國的科學家 弄這麼大一個玻璃瓶 那他就裡面放了植物把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 蓋起來之後就在裡面打開了 三寸 裡面有生物了嗎 裡面有植物 裡面有動物 植物是生物啊 你有問題動物吧 我後來就問動物啦 我後來不是問了嗎 後來不是問了嗎 你有意見 你要問就可以 等一下 聽聽聽 你們講話模式可以稍微調理一下 記者你要問人家問題 不要那麼衝嘛 對啊 他會激動 不是 他被嗆到啦 所以他就很激動回音回去 大家就可以稍微 裡面應該有動物嘛 可以這樣問一下 裡面沒有動物嗎 我跟他撿 撿他問一下 這個人也不需要 一下就說一下低能核嘛 屬物質量低的 是一種類 OK 聽 好 所以在這個生態瓶裡面呢 他有植物 他一開始只有種植物 他沒有準備放動物 他沒有放動物 我所謂的動物 是看了見的動物 但是那個生態瓶 那個玻璃瓶 剝了三十五年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裡面有沒有生物 有沒有其他生物 除了植物 還有別的生物 有沒有 有 是一定有 應該有 可能有 是哪一個 為什麼是一定有 他說放生植植植植植植 裡面應該會有些微生 或者有細菌 OK 非常好 裡面一定要這樣 如果裡面只有單一的生物 他可以活下來 為什麼他活不下來 因為如果你什麼都沒放 那種植物 那種植物 沒有 他的植物 不是 我的植物只有放一種植物 我講這個裡面 已經把所有的植物 所有的細菌 什麼都清除在 就只有一個植物放進去 他活了下來活不下來 他會死 為什麼 因為植物 你說放在那種 瓶子裡面 瓶子有水 可以擦擦眼 可以清空的作用 應該會死 應該不會死 應該不會死 會死還是不會死 然後我們也笑了一下 應該會怎麼樣 應該會死 應該會死 為什麼 因為他就沒有其他的 喔 他沒有水 他沒有其他的 我也有放水 裡面也有放水 他沒有其他 他沒有其他 養分來源 沒有其他養分來源 事實上 他沒有辦法去把它 因為假設其實有點 植物會不會腐爛 會 會腐爛 因為他沒有細菌 這腐爛能不能被分解 會 會 被誰分解 我說不會 不會 不會被分解 他不會被分解之後 他就沒有辦法再利用 他沒有辦法被分解成其他的元素 沒辦法再利用 所以他就會停住了 所以慢慢這個植物就死掉了 所以說你在 在做生態接受 事實上裡面都一定會有微生物 事實上我們也很難 把微生物給排除掉 我們基本上 我們現在都是沒有辦法 那我剛剛講的 假設我現在幫我們兩隻蝦子 三隻蝦子進去 而且這蝦子給蠻子 剛剛那個女科學家 她講的一個東西很重要 是 她們出到第二代 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她這裡 她的生態 是可以 維持下去 就有機會一百萬年 她真的就過了 兩年了 她過了兩代 她的新任周期 生命周期 她講生命周期 她 她完成了一個生命周期 什麼叫一個生命周期 什麼是一個生命周期 什麼是一個生命周期 兩塊 你挑這個是比較爛的人 更爛 那這個已經快死掉了 為什麼這個快死掉 其實前幾天看 還有綠線 還有綠線 這個已經快完蛋了 看起來了 其實她很好 那其實她有育葉啊 還是有葉子啊 她沒有完全死啊 說不定她還可以活得回來 說不定還可以活得回來 那為什麼放在那邊 會變成這樣 沒有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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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沒有陽光 所以我們大家放在窗戶旁邊看看 蹲過兩邊 她又活回來 我們可以做新的 是啊 你們看我辦公室那個 就可以看到 我辦公室是那個 在這裡一起做的 但是我中間打開過一次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辦的時候 放了三隻雨 三隻蝦子 就大概隔一個月之後 雨時光了 大概隔半年之後 蝦子時光了 他死是 幾乎是同前死掉的 也就是說它可能環境的變化一直在改變嘛 因為蝦子會沒有太熱 溫度是沒有什麼改變 蝦子會一直不斷地孵出二氧化碳 植物會吸收二氧化碳 蝦子會去吃亂掉的植物 對不對 蝦子會排泄 排泄會給植物做吸收 可是當這個東西有一個不小心太多的時候 多過蝦子可以承受 蝦子就死掉 比如說可能二氧化碳太多了 蝦子就死掉 因為它孵出了二氧化碳 植物來不及吸收 所以氧氣變少了 蝦子變多了 所以等蝦子就死掉了 所以這死掉之後呢 我就把蓋子打開 讓它停了一段時間 大概在半年前 我就放了三隻蝦子進去 而且這時候放了蝦子 其中一隻蝦子是有蛋的 它有爆蛋 就是有蛋 蝦子有蛋嘛 孕婦了 懷孕的蝦子 對 我丟進去就把蓋子蓋起來之後 到目前為止 那個蝦子的蛋已經生完了 但是很特別的是 當這個蝦子在這個密閉的小中間之後呢 它所有的新人大概就變慢了 據說它本來在外面的蝦子跟它懷孕到生蝦子 大概只要一個禮拜 到兩個禮拜 但是我放進去那蝦子隔了四個禮拜 那個蛋才不見 然後呢 現在你可以看到裡面有那個小蝦在跳 我在生活清腿的蝦子我放你們看到沒有 你們看到嗎 你們看到小蝦的畫面嗎 幾個有同學看過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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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沒在看生活 我們的清腿生活搭記 清腿搭記 我有看 我有看啊 你放一個瓶子 只有小朋友看 我有看你放一個瓶子 覺得沒有東西 不是瓶子啦 沒有放瓶子 有喔 你拍桌子 OK 我們拍照片喔 蝦蚪 不是蝦蚪 那個 拍過很多這種東西啊 嗯 有拍過那種瓶子 瓶子有多幾種 蛤 瓶子有多幾種 瓶子有多幾種 他做到那一個 嗯 嗯 啊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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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今天真的很順 對啊 今天真的很順喔 什麼吃龍飯 好 OK 欸 我想OK 好 這個 這個 看到沒有 你看一下 這麼大隻 它實際上它只有 大概一個米尼不到 你看到 你看到它就像一個白點 一個白色點點 它隨便會趕快跳 這是小蝦子 你可以看到它出去沒有 它兩隻出去 它尾巴這邊有四個 四個 很像正的東西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是它出去 它屁股這邊有四個正量 這是水塘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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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小蝦子 小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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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年 大概半年多了 裡面 實際上裡面的螺 都很多 而且螺已經好幾代了 那些螺的生命都已經好幾代 而且有的很奇怪 其中有一個是螺 我不知道是不是眼化了 還是變形了 還是突變了 那個螺 正常的螺 它不是螺旋的嗎 我們吃過冰淇淋 然後塗一個冰淇淋 這樣下來 很像螺對不對 我看到其中一個是螺 你們只去看一看到螺 它的螺旋是分開的 很像糖黃 看過糖黃沒有 哦 糖黃 糖黃的螺旋不是分開的嗎 它是突變嗎 對 很像突變 看起來就像突變 它很像這個水管 這樣繞一個圈 你可以抓起來 然後拿去做宏夜行事 我現在在搶它長大一點 現在是 你可以看到裡面就是有這樣一個奇怪的螺 但是我沒有放過這種螺 放著螺就是正常隨便的田螺 很像雙棋林那種田螺 可是其中現在目前已經演化出有一隻螺 它長得很像糖果 很奇怪 從螺放進去到目前為止是大概隔了大概一年半 跟這些瓶是一樣隔的時間 所以生態系裡面 事實上我們很容易造一個獨立生態系 像那個大文他不是去海上旅行嗎 他後來到了一個小島上面去 他發現那個小島裡面的生物跟大陸上的生物 完全都幾乎是完全不太一樣 有些人很像 但是大坤長不太一樣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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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了一個小島之後 發現這個小島上的生物跟其他地方的生物不太一樣 為什麼 我當然知道 為什麼 想想看啊 我當然知道你知道啊 想想看啊 因為那邊是另外的小島 它是另外的生態圈 它跟大陸的生態圈幾乎沒有來往 然後呢 然後 它 大陸的生態圈 那些生物生態圈 它 從很長的到尾 可能大陸是連結的 或者是 在 它被困在這兒了 它被困在這兒了 在那邊生長 在那邊長大 比如說它的植物有可能比較多 然後 它的動物可能就有點長得不太一樣 OK 然後咧 它的小島比較不一樣 平衡比較不一樣 平衡比較不一樣 事實上 所有的生態圈 對 剛剛虛布講一個重點 所有的生態圈都是一個平衡 它從植物 照到太陽 變成能量 能量除掉它植物的葉子啊 金啊 根啊 然後就被其他動物的吃掉 所以我們說植物是一個生產者 因為它得到陽光就可以長大 其他動物把植物給吃掉 其他動物是消費者 就把它吃掉了 吃完之後 植物可能會死掉嘛 那也就爛椅子沒被吃掉 掉地上爛掉了 然後動物可能吃一吃 吃太飽也生死了 或者是吃完了之後 可能因為生老病死 老了 生病也死掉了 這些動物都死掉之後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哈囉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昌隱 昌隱 好 這些動物或植物死掉之後咧 然後咧 變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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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變氧分 會突浪細菌吸收 突浪細菌不是吸收 突浪細菌叫做分解 來 所以把它分解 它把本來大的 譬如說這個蛋白質 或者是一個脂肪 一塊肉 它慢慢地把它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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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成什麼 分解成一個氧分 什麼樣的氧分 什麼叫做氧分 記不記得我們上學題講 是不是氧分 氧分是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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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 所以說吃氧色食物我了解 對嗎 要吃氧色食物 當然你的氧分 才會吃食物 我沒說你是初異 對我來講 你吃氧色食物嗎 當成你的氧分 事實上吃氧色或是氧分 事實上本來就是從這種角度切入 在看一件事情 你不要的東西它就是垃圾 可是我如果喜歡的東西它就是我氧分 對 為什麼不是 對 為什麼不是 你小龍不喜歡吃氧分 你小龍不喜歡吃氧分 我講了這個 假如說我喜歡吃氧分 你喜歡大便 停停停 我講一句 等一下 現在小微講話的這些 同學 現在小微講話的這些 小微你說 我喜歡這個東西 我不能把它來養分 OK 那我們講 當然不是實用這件事情來講 我們講是實用這件事情 所以你喜歡大便 你喜歡吃氧 你是你的養分 你不喜歡吃了 可能是你的垃圾 我們身體會排出垃圾 會不會 會 我們大便 我們小便 我們呼吸 廢氣 會跑出來 你身體不需要的 這是垃圾 可是你不需要的東西 就別人都不需要嗎 別的生活都不需要嗎 有沒有別人需要的 狗會吃馬屎 狗會吃你的大便 是嗎 確定 你有看過 他不去 你沒看過 因為我都在 超隱瞞啊 你沒看過 你沒看過 你沒看過的不能讓講 所以你餐飲會 餐飲會 餐飲會 對 餐飲會 一爬餐的時候 廁所裡面一堆餐飲 他要吃你的大便 對不對 所以你的大便 你的大便 可能是他養 沒錯吧 所以食物之間 反應是這樣 例如我們先講一個生態圈 水分池裡面的植物 靠什麼生活 你不想把這個蜜蜜打死 他為什麼會活下來 他吃什麼 他的養分是什麼 他養分 所以有被打死的 他的養分是什麼 陽光 陽光還有呢 還有 蝦子排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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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他要的養分 所以那些植物可以成長 好 那 請問裡面的魚蝦是什麼 吃 喝氧化汗 那你魚蝦吃個氧化汗 那你魚蝦吃什麼 吃 吃什麼 吃藻類 吃藻類 還有呢 來跟上吃同班 不用吃同班 好 比如可能有一隻 有隻青蛙食 或者他可以把這些小孩生吃掉 這件事很特別 這件事很特別 我真的看過 我們家水溝的那個魚 原本大肚子 然後沒肚子 可是沒有小魚 然後後來又大肚子 然後就可以一直這樣大肚子 不知道他誰 天主主也會啊 有些 有些動物很特別 大部分的動物是生出來的小孩 不會把他吃藻 但是 當小孩到一個階段之後呢 他就沒有辦法辨識 他是他自己的小孩 他就可以把他吃掉了 把他吃 好 就是 大部分的動物是這樣 比如說 水溝 這是生物的本能 因為他為了活下去 他為了自己的活下去 他不為了自己的小孩的活下去 比如說 一般來講 狗不會吃狗吧 不會啊 但是 你狗如果 那他惡君了 他會吃狗 會啊 惡君也會吃人 對對對 惡君也會吃人 最近有個新聞啊 你們看過沒有 英國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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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就出去玩 他們出去玩48小時 大概兩天 就是出去四個小時 忘了餵 沒有忘了 忘了把食物餵給他 就隔壁一個老先生 他要烤肉 他去打開 他們就要後院 那打開後院之後 他好像是說 想要去看他們家 邀請他們一起過來吃烤肉 就敲門把門打開 他們中間有別的一個門 把那個門打開 結果那狗衝破了 就把他老先生給咬 不知道說 把他吃掉怎麼 好像就啃食啊 就是要咬他的 然後 被老先生家人趕快把那狗給趕走 他老先生又死了沒有 那狗要按熱死了 那狗要按熱死了 那狗就要按熱死了 所以 這就是本能 他為了自己活下來 他不管怎麼樣 他只餓婚了 看到他可以攻擊 他就攻擊了 其實我覺得這應該要拔 那個 對啊 故族 故族 故族在被拔 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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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族被拔 骨子要按摩死 沒有,骨子咬了人啊 就擔心他會在吃別人啊 所以就把他給按摩死 那沒有辦法 骨子咬死好啊 骨子咬死好啊 骨子咬死好 骨子咬死好 來,回來 所以我們剛剛,上一節跟我們講到 這整個操場是一個生態圈 我們可以說明一下這生態圈裡面 不知道哪些食物 它的生物的循環是怎麼樣 大家可以簡單說一下 它裡面有什麼 藻類 超常有藻類誰說的 雞的隆魂 超常哪個藻類 有雞的隆魂 雞的隆魂已經不是生物了,謝謝你 那個地板不是藻類 不是地板不是藻類 那是什麼,那是藻類 超常有雞屎跟狗屎 但是它不是生物啊 但是它們排出來的東西 酵素是植物 應該早就被消化掉了吧 酵素是什麼 酵素是一種蛋白質 記不記得,酵素是什麼 酵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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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 分解為什麼 只有分解嗎 分解跟合成 對,合成 酵素的功能是用來分解或合成 那它存在於哪裡 人 它存在於食物 或者是打電 錯 酵素咧 酵素啊 食物裡面 食物裡面有酵素 但是通常酵素是存在於生命裡面 因為只有生命才生法 我們的胃 對,我們的胃啊 或是我們的小腸啊 或是我們的脫衣啊 因為只有一個生物 它才需要去做分解跟合成的動作 眼淚有沒有酵素 現在有酵素啊 眼淚應該沒有酵素 眼淚應該沒有酵素 好,就是 生物 你看嘛 只有生物 生物它為了 生長 還有為了什麼 為了繁殖 變成已經剛剛沒有酵素 對,為了繁殖 它為了生長再繁殖 它必須產生能量 它必須把它自己做膚質 用一個細胞 嗯 它為了產生成兩個細胞 它要分裂 它是要補充很多它的原料 它細胞的原料 補充 補充完夠多了之後 它才有辦法分裂成兩個嘛 完一 是不是 對 那這過程當中 它需要把它吃進來的食物做分解 然後再組合成它細胞的一部分 合成 所以它裡面必須有什麼才可以做這事情 它裡面必須有什麼成分 效果 要有什麼 效素 要有效素 對不對 它裡面一定要有效素啊 對不對 它必須有效果才可以做這事情 所以我們實際上 實際上 所以有時候我們人類說 譬如最近可能台北武術 我需要吃什麼 染色底 吃染色底 哈哈哈哈 那是什麼 吃染色底 休以身體也要有客氣 你要吃染色 休以身體也很有效 要吃 要吃 要吃我們叫抑菌嘛 對不對 記不記得上次我們看 我們上次講過一個影片 那個是銀生戈雷 他老婆因為很 很怕有細菌 所以他們吃了很多的 消炎藥 吃很多抗菌的東西 拿到太多了 他吃到什麼 把他整個大腸裡面的細菌都吃到 都殺光了 殺光之後呢 他開始沒辦法消化 他吃東西 他越來越吃 越來越吃 越來越吃 去檢查 經過檢查之後 他都沒有病 他說我一定有生病啊 不知道為什麼越來越吃 他說你沒有病 你最後一個問題是你腸裡面沒有細菌的 所以他那個 放細菌 對 那個醫生你還建議說你必須 你必須製造一些細菌在裡面 吃大便 所以必須吃大便 而且要吃他最輕輕的人的大便 老公又吃大便了 弱便吃 你還去吃 老公的大便直到胃裡面 直到大腸裡面去 你還在切齊把大腸變了 那就是要把細菌長回來 這樣其實 這個還不怕在我們生活上 譬如有些人家裡面的那個什麼 叫做化分池 你們聽過化分池沒有 有 化分池有時候會滿 滿出來 滿出來 然後怎麼辦 噴嘴車 找噴嘴車來抽 米田公對不對 化分池 對 米田公 可是你知道嗎 真正來講 化分池的設計是不用去清的 它真正的設計是不用清的 為什麼我們的現在化分池當作有時候會感到清的 因為大家都用那個很恐怖的清理機 清潔劑 剛剛不是用清潔劑嗎 清潔劑裡面通常有強斷強點 然後裡面就是大便便 變硬 不是變硬喔 沒有錯 沒有錯 一般來講化分池是這樣做的 化分池也會生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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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排水管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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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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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桶 然後那個 我們的地下水道什麼的 可是呢 如果大家如果會分池 它就滿了嘛 就是滿了嘛 滿了 等於把這個這個排水管給補住了 毒度就整個水就滿了嘛 滿了就 沖下去就滿了嘛 就滿了嘛 哎呀 喝 對不對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所以你就必須衝 你有看過滿出來嗎 有看過 在從馬桶嗎 你泡過 所以說 輕眼 像這種情況這樣 你必須潮掉 可是真正來講 我剛剛講的 真正來講的化分池 它是不會滿的 它是因為裡面有細菌 它通常要做 你化分池蓋完了之後 功能到要做一件事情 要養菌 丟魚下去 不是 它通常是放一些 放一些菌就好了 大菌 放一些菌 它就是 像我們都 我們人吃東西 我們人排出來大便 就是有菌啊 裡面就是有細菌啊 它就是會被分解的啊 可是當你一直用清潔劑 去清潔你的馬桶 你認為馬桶要清潔劑才能夠清除的話 就進去之後就把所有的細菌給燒死 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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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時候人在清潔這些東西 用的是什麼 用酵素 把工廠關掉嘛 用酵素來清潔 但是因為有時候人覺得酵素味道不好啊 哪會 有的很香好不好 用橘子的話就是什麼樣子 下次我們用橘子來做酵素好了 來橘子跟我忙 好 滾到垃圾 垃圾 所以我們用 hello hello 我會殺他啊 他會陷在身體 你可以下根再處理 現在要上根反我 那我沒有辦法啊 停 你不要反我 好不好 那我等一下把你殺掉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樣的 我們身體在處理這些背部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需要細菌幫忙拿做登記 好 所以在這個擦桶這次是那一圈 我們要回來這擦桶這次是那一圈 裡面 來我們說說看 裡面有哪些生物 在做什麼循環 西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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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р 西順 還有呢 南 草莫 FYI 我說妳是想教 我開花 Maintenant 誇張 抜動 紅 蜈蜘 野生 螃蟹 在哪裡? 那草人山啊 什麼都看過的 很久以前的事情 你把剩刀哥也沒看到的 已經很久沒看過了 我現在在工程裡面 乳牛 我沒有管你家工程 我講的超常 藍波 他在什麼? 雞 雞 雞 什麼蜥?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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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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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 蝴蝶 蝸 蝴蝶 蜜蟲 螢幕有蜜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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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蟲 蜜蟲 白酒 還有呢 紀律不勝 紀律不勝 紀律的大哥 很高 我們講說聖太宣是指說 他在這邊 他可以在這邊生活從小到大 蜜蟲 隔山也靠大便 所以正在地 蜜蟲 對 對啊 阿扁 沒錯 剛剛說什麼調味 像是地鼠 炎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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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蜀真的做什麼東西 同學你挑什麼名字 什麼 辛茹 辛茹你會說一個 你再不去他操場看過的聲音是什麼 蕭蜲 人類 人類不算 你在那邊出生了 松鼠 有松鼠可以 甲蜀 這邊有松鼠我看過 甲蜀 新主說一個 甲蟲 甲蟲 我說的是 甲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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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草 短草 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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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蛇 小草 蛇 小草 土不算了 土會生老必死嗎 是不是要講生態圈 可是土里沒有細菌 生態圈 就是這樣幫忙一個環境 狗狗母狗 還有一個生物 環境叫做清水 一個環境一個生物 這兩個組在一起變成生賴 這生賴本身是可以自給自主的 就是說我們不需要說生物實在餵兩隻雞 它可以自給自足 它可以存在這裡 可是我們跟地球在一起 對 有時候呢 這些生物會比較經常性的在那邊活動 它就把這邊當地的家 它跟別的地方就有點隔離開來 OK 可是沒有完全隔離啊 沒有完全隔離就很難 很難 除了像那個生賴圈二號一樣 對 對啊 生賴圈二號泥土又沒有辦法隔離 欸有有 它是整個分開的 它有幫忙上彈地球嗎 它如果沒有隔離的話 它是讓它本身跟地球在做習慣 我懂了 它底下也包起來對不對 它整個包起來 好 九道 還要幹 好 還有什麼 還要俞乳 這麼多 第二樣這裡面哪些生三者 紅豆 紅豆橙奶會 喔 它跟這生賴圈兩隻 他不是教英母 可是要變身的東西 他不是人物身邊的東西 他有這個教他就嚇倒 OK 怎麼樣 傑哥 傑哥不見了 傑哥有大師跟一個 四轉以後的英雄 不一樣 黑管馬路 這東西不一樣 他們不用五十六張 可能這件事就是有一點會很差 傑哥 很急不動 傑哥怎麼回事 傑哥只是來做課而已 傑哥只是來做課而已 傑哥只是來做課 他會在那邊吃東西 他吃 竹槽在那邊 他吃在那邊 他有大便 傑哥是 他吃在那邊 他吃在那邊 還要不要吵 OK OK 傑哥是個寶寶蟲完全變態的畫面 我們把那邊搞著搞落 把那邊搞著搞落 好 這裡面生殘者是哪些 生殘者 什麼是生殘者 生殘者就是會生的 好 我還出貝 還有咧 每個人生殘者 喝大便 咧 除了生殘者 指的是說 我們接受炭的能量 我們就可以儲活的 不需要靠別的生物 好 大概有兩個樹 你看 有兩個樹 加樹 OK 樹 樹 樹 這是生殘者 那什麼是消費者 就是那些蟲蟲 對 蛇蟲 蝴蟳 蟋蟲 蟹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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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這些消費者又有分喔 有些是吃草的 他是初級消費者 有些是惡極消費者 哪些是惡極消費者 蛇 蝙蝠不吃草對不對 牠吃別的生物 蛇也是喔 這是惡極消費者 還要來植物 我是不是一個惡極消費者 你不要亂講 蝙蝠比較特別的是 蝙蝠也可以吃植物 牠可以吃水果 牠可以吃銅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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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蝙蝠呢 蝙蝠會吃植物嗎 牠是喔 蝙蝠會吃生物嗎 蝙蝠會吃生物嗎 牠會吃別的生物 有吧 蝙蝠會吃生物 牠應該跟蝙蝠差不多吧 蝙蝠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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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是吃蝴蝠的 蝙蝠有些是 蝙蝠就是吃植物 蝙蝠可以吃別的生物 蝙蝠可以吃濾的 蝙蝠會吃嗎 蝙蝠會吃不是植物 蝙蝠會吃不吃植物 蝙蝠也是二級消費者 蝙蝠 蝙蝠也是 蝙蝠 蝙蝠會吃植物 蟹蟹吃動物的 牠吃草 牠吃草 蛤?牠吃草啊 那蟹蟹吃什麼 蟹蟹吃什麼 蟹蟹吃蟹蟹 蟹蟹吃雜食 蟹蟹吃辣植蟹 蟹蟹吃辣植蟹 蟹蟹 蟹蟹吃草 蟹蟹吃草 蟹蟹吃辣植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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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吃辣植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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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 蟹蟹 我們應該可以給他們 他們的名字是聖地 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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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的天地是誰 我要把你變得下滑 蝙蝠會被什麼吃掉 蝙蝠會被什麼吃掉 蝙蝠 蝙蝠 蝙蝠在這裡 蝙蝠在這裡 蝙蝠會被什麼吃掉 蝙蝠蝦 蝙蝠 蝙蝠吃了蝙蝠 蝙蝠是雜誌 蝙蝠會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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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沒有吸血喔 那是吸血蝙蝠是吸血 我知道蝙蝠會被馬黃吃掉 蝙蝠是馬黃吃得到能力 變吸血蝙蝠 蝙蝠 蝙蝠吃到也可以被貓蝠吃 蝙蝠會被馬黃吃 蝙蝠會被吸血 蝙蝠會死掉 蝙蝠是於蝙蝠為食物 這個意思嗎 當然不是 蚊子是以人類 蚊子是以全部當食物的人類 像我們講這些有種重量的生物我們沒有講到 那個生物佔地球十分之一的重量 所有生物的十分之一重量 所有生物的重量加起來的十分之一是這類的重量 是什麼 目前存在的 螞蟻 螞蟻 螞蟻的數量非常多 螞蟻的數量總共全地球上屬的螞蟻加起來的重量 是所有生物的十分之一 怎麼知道的啦 怎麼統計啊 解釋一下 你的窩就進來了 你把窩溫倒了 對不起 我告訴你 一個窩裡一隻螞蟻 有可能 一隻啦 會不會太多 我不清楚啦 我不清楚 有可能 我們可以玩一胎蛋豆螞蟻嗎 蛤 我們可以玩一胎蛋豆螞蟻嗎 我們可以玩一胎蛋豆螞蟻嗎 我們都會拿很多東西在螞蟻蟻跟殺蟲劑 你進廣告上查 他們有藝術教他們做一個很有趣的 用那個 欸 他在說 噢 因為很殘忍 還有鋁 鋁 鋁倒到那個螞蟻蟻裡面去 然後倒進去之後呢 再把整個土包掉 那個鋁拿出來就看到一個鋁 那個鋁是這樣一圈一圈一圈 鋁買噢 不是鋁買就是把它螞蟻就直接把它燒掉啊 是吧 已經看不到螞蟻了 ok 好 很好玩的 好 ok 今天到這邊下課 好 OK 他是跟他說 它的害怕是沒有 剛剛是很像 一樣 但是他們有一個 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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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種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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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